大家好 我是溥宇 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趣事 今天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龚小斌果然名不续传 一招收奇效 完成19分大逆转 吴庆龙彻底服了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1月15日 CB常会赛第30轮迎来了一场焦点比赛 山东南南迎战青岛南南 这场比赛对于山东球迷来说 应该是非常的令人关注 毕竟上个赛季 青岛南南在几户赛淘汰了山东南南 而且这两支球队 无论是球员和教练 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一个关系 吴庆龙曾经担任过山东南南主教练 而龚小斌曾经担任过青岛南南主教练 可以说是这两支球队 一直以来就是火星四射 本场比赛也是大开大合 前三季比赛青岛南南一直领先 曾经一度领先多达19分 而山东南南实现了绝地大反击 最后阶段凭借着王鲁恒 焦海龙以及哈德森的出色发挥 完成了19分的一个超级大逆转 山东南南以106比102战胜了青岛南南 那主帅龙小斌是如何取得了 这个19分的大逆转的呢 这应该先从这场比赛的一次暂停说起 比赛第三节还剩7分钟左右的时候 山东南南已经落后了最达13分 这个时候主帅龙小斌直接叫停了比赛 在这次叫停的比赛过程中 可以说是主帅龙小斌非常的费怒 他指责山东南南的攻防两端都被对手限制 而且球队没有取胜的一个欲望 主帅龙小斌直接抱了粗口 他认为陶汉林就这一个点 你们其他人不帮助他抢篮板吗 你们都让对手在那里嘚瑟 随后主帅龙小斌再次记出了自己的四字真言 那就是 你他妈的我就说你没打球真丢人 我不说别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这是主帅龙小斌在这个暂停时说的一句话 正是主帅龙小斌这一次怒斥或者是谩骂 而导致山东南南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实现了一个绝地的大反击 在主帅龙小斌骂人之前山东南南是89比99 弱后轻到大栏 而此次暂停之后 山东南南打出了一波24比7的一个攻击波 成功实现了逆转 正是主帅龙小斌使用了这一记 谩骂的一个奇招 实现了山东南南19分的一个大逆转 不得不说 主帅龙小斌 特别是在场上控制方面 特别是对球员心理的把握方面 确实是有独到之处 果然是名不虚传 特别是主帅龙小斌在这次暂停之后 球队的攻防两端都迎来了一个大爆发 你像哈德森三分球连投连中 同时焦海龙和王鲁恒也面中了关键的三分球 特别是在最后阶段 就是这三个人的出色表现 实现了球队的超级大逆转 一直以来主帅龙小斌都以暴粗口而注明 其实这样的风格显然并不妥当 但是在场上特别是关键时刻 能够有效的激发起球员的一个斗志 也不受一个优秀的一个策略 其实从两队纸面实力上来看 山东南南具备完胜对手的一个实力 同时最近山东南南状态不错 联系取得了两场胜利 而青道南南已经取得了七连败 可以说从无论是从纸面实力 还是从竞技状态来看 山东南南都具备完胜对手的一个实力 同时你像主帅龙小斌和吴庆荣 虽然都是C斌的名帅 但是从执教履历以及临场指挥方面 龙小斌可以说是极高一筹 本场比赛山东南南显胜青道南南 可以说是也验证了两队实力 以及两位主帅直接的一个水平 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山东南南能够继续失落破竹取得连胜 而青道南南也尽快能够止住连败的一个势头 毕竟两支球队都具备冲击几乎赛前八的一个实力 这就是今天我们也分享的话题 不禁止处欢迎批评支撑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我主席哈群雷 好谢谢大家